出言不逊,说话尖狂刻薄,一定要在口舌上占上风,凡事斤斤计较,生怕自己吃亏,处事不能将心比心,耍小心眼,此类人往往会伤害他人,其能为伍,人与人交往最基本的是信用,进口答应的是出而白而,最后损失的是自己的信誉,借钱不还,还躲着你的人,这样的人只能做路人,朋友都不能交。 俗话约,来而不往非离也,凡事有来有往,你尽我一尺,我尽你一笑,又则滴水之恩当用全相报,对自私之之所取向人何必相交,人生活着已经何其类,还经常向你抱怨生活的种种事情,老师跟你传达负能量,愤恨社会不平,不管爱不爱听,总是喜欢跟你吐槽,这种人要尽量远离,会影响自己的心情, 父母辛辛苦苦八人,养育长大,到头来却变成白野狼把父母踢开,望恶人必达会负义,对亲生父母都何其残忍,就不用指望他对你手下留情,要么心肠带毒,要么自私处处,自卑为武如同一郎为伴,生活中遇到这六种垃圾人, 请尽快远离,小心吃大亏,每个人身边都有,宁愿平平淡淡过一生,也不会互作伤过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